多年来我们创造了许多和浪费时间 以及时间一句不复返有关的谚语 如果有科学家能证明时间是可逆的 不找回那逝去的时光 似乎有点可惜 事实上这已经有人在做了 大概吧 时光旅行是有可能成真的 这样就没有人能再叫你懒惰鬼 我爱拖拉的人 时间永不消逝 你每次都赶得上时间 你甚至可以救回篮子里的所有鸡蛋 如果你是那颗在量子电脑模拟计算中 极不可能出现的量子 那你就办得到 虽然是这样 也可能不像听起来的这么简单 有人听得懂我刚刚在说什么吗 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不过还是让我们继续吧 莫斯科物理技术研究所的一群俄罗斯科学家 在新闻稿中表示 他们能够在极微短的时间内 扭转量子的时间态 为了达到这样的结果 他们使用了一台IBM量子电脑 并进行了无数次实验 有85%的实验 在单纯的系统下成功扭转 但只有45%在稍微复杂的系统下成功 但所谓的简单 并不完全是你想的那样 说到量子电脑和量子物理 没有什么东西是简单的 要想象实验中发生事情的最简单方法 请你想象 把一颗球扔在墙上 球会马上弹回到你的手中 在适当的情况下 例如像球施加的力 以及球所撞击的墙壁角度 这颗球能以与最初碰撞墙壁时的 相同速度及路径 飞回你的手中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个例子 这次你要扔的是大理石 大理石撞到墙壁 并如我们预期的碎裂 然后掉落 但现在这块大理石 又恢复到相同的轨迹上 飞了起来 从墙上弹起 最后重新组成一块 就飞回你的手中 注意到这两个例子 不一样的地方了吗 在第一种情况下 球返回其预设位置 而没有违反大自然的时间法则 它只是走了相同的轨迹 即使你倒带重看 也不会看到什么明显的改变 看起来很正常 但与时间反转无关 只是在该情况下 这颗球能回到 与之前同样的精确状态和位置 但是大理石的情况 要有趣得多 因为如果我们倒带重看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大理石是如何改变其物理状态 而该状态并无法在过去 到未来的线性时间流中逆转 它现在碎裂一地 但过了一会儿又恢复原样 还是该说碎裂之前 当时间突然出现这种异状时 你又该怎样用言语来解释 不幸的是 在俄罗斯物理学家的研究中 他们还无法完全搞懂 他们的发现所代表的含义 能观测到时间反转的单纯倒回 亦或是量子态的完全反转 不管是哪种 要将量子回复到先前状态 应该是完全不可能的 时间之鉴的概念 是自然定律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和热力学定律一样 热力学第二定律规定 在每个封闭系统下 单一粒子或宇宙中其他物质 皆不断向无序发展 而这过程既无法阻挡 也不可反转 也就是说 时间只会有一种流向 从过去到未来 一切万物都不断且不可逆转地 改变其状态和状态 没有任何事物会保持不变 即使没有物理学的专业 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事实 但量子世界正不断打破 我们所有的预测 量子可以同时处于两种状态 量子谣传也被证明 是真实存在的 现在看来 就连时间本身 也不如我们所想 但在这所有神奇事物中 最后一个尤其不可能 因为它只会出现在 最简单的系统中 而且只能在量子电脑 模拟的情况下发生 量子电脑是科学的奇迹 它具有强大的处理能力 与一般电脑的主要区别在于 一般的吸机电脑 使用未源来储存资讯 未源是一种基本的测量单位 将数据以未源排列来储存 每个未源只有两种可能 零或一 记忆体中的每一未源 在序列之外都毫无用处 但结合起来的数个未源 却能变成有意义的代码 从数字到猫的图片 序列中的零代表不带电的未源 被一表示带电未源 这就是记忆体在电脑或智慧手机中的运作方式 量子电脑使用量子未源 也就是量子未来替代未源 量子未也是量子电脑最基本的数据单元 不同的地方在于 使用量子未的电脑比传统电脑 具有更多潜在处理能力 当未源只能处于两种可能状态之一时 量子未使用的是能同时处于两种状态的量子粒子 可以这样解释 量子粒中使用的元素粒子 例如光子和电子 可以处于所谓的叠加态 它可以同时表示为零和一 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任何值 这为单一量子位赋予了更多可能的含义 因此它具有更大的运策潜力 唯一的问题是 粒子的叠加态非常不稳 光是对它们进行观测 或尝试以任何其他直接方式读取 都会破坏它们的叠加态 当受到干扰时 粒子会立即从叠加态变为两个主要状态之一 思考如何用间接方式来读取量子位相当困难 也导致了量子运算的发展相当迟缓 与量子运算相关的想法中 有一半以上仍属于高度理论性 最复杂的量子电脑 目前仍只有16量子位 在时间反转实验中只使用了2量子位 虽然这不算是真正的时间反转 但对于量子运算本身也是巨大的突破 这些实验的结果表明 透过对量子位粒子使用特殊的方程式 可以使它们像喝了青春之泉一样 有效地返回其原本的状态 这也许能允许量子电脑 微速处理过的资讯进度 这样就可以优化测试量子程式 基本上这就像是量子过程的复原件 量子世界中另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壮举 便是量子谣传 电脑科学家能将粒子瞬间传输至太空 刚刚还在这儿 下一秒又出现在另一个地方 但这并不是科幻小说 我们最先看到的并不一定是对的 事实上这是两颗粒子 透过量子物理中一种特殊的关系相互连接 这种关系我们称为量子纠缠 它们之后会彼此分开 而我们就会观测到其中一个量子 就像我们知道的 观测粒子会对其施加压力 进而破坏了粒子的状态 基本上在观测之后 其中一个粒子变成与被观测粒子完全不同的东西 在这之后 有关此粒子属性的资讯会传送到第二颗粒子 这颗粒子会继承它们全部的内容 最终变成了第一颗粒子 我猜你已经看出来了 没有一颗粒子真的被传送到其他地方 但是关于粒子的资讯被传送了 从基本上来说 量子谣传代表在某个地方观测和破坏某些量子态 而观测中的资讯会在另一个地方重新生成 因此科学家看到的东西其实就是量子谣传 像量子时间反转一样 量子谣传不适用于粒子外的任何物体 例如电子和光子 因此现在想要一眨眼完成工作或倒转时间让自己不要睡过头 还是太早了点 但谁知道呢 或许用这些新知识能打造出第一台使用的量子电脑 凭借其强大的处理能力 即使是量子谣传和时光机 我们也有可能做出来 怎么每个人都能有个梦想啊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知识 请给影片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 这是我觉得你会喜欢的其他影片 你只需点击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并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